各位朋友 普京的专机到达了北京 到达的这点非常的诡异 凌晨四点钟到了北京 那这迎接普京的这一套人马 这一晚上应该是没睡觉 为什么这个点到北京迫不及待了 你看谁家访问 好家伙凌晨四点钟到 这个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普京将于5月16号到17号 对中国进行博士访问 他的专机于凌晨四点到达了北京 普京是开展了65年的新任期以后 第一个就访问中国 因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大腿 那必须得报警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在1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普京即将访问中国的相关细节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14号对媒体表示 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行程非常紧张 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讨论乌克兰局势 以及中东和东北亚局势 还将考虑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议题化进程 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问题 乌沙科夫还透露 有关外交政策合作的主要和最重要的议题 将在16号晚上举行的非正式会谈闭门会议上讨论 俄中两国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将参加 而俄方参与人员 除了乌沙科夫本人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外 近期处在俄罗斯舆论交点的原国防部长邵一谷 和新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也将出席此会议 此外 普京还将单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同一天 俄中两国领导人将出席纪念建交75周年 即中俄文化年开幕的晚会 乌沙科夫还表示 俄方为普京访华准备了大量的 包括商业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和双边协议 特别是将签署俄中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份文件长达30多页 会凸显两国双边关系的特殊性 并将为整个双边关系勾勒出进一步的发展道路 确认俄中两国在建立公平和民主秩序方面的主导作用 此外 普京此次的行程还将访问哈尔滨 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会面 并向二战期间解放中国的苏联战士纪念碑进现鲜花 并参观东正教圣母带导教堂 乌沙科夫在采访中还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 出席今年10月在喀山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 而普京此次也将向习近平主席转带邀请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这里边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了没有 普京带着刚刚被免职的那个国防部长 邵一谷 为什么要带着他啊 一举双尿嘛 是不是 别让他再访问着天上跟家里惹事 是不是 一个是表示呢 我带着我兄弟嘛 这个已经是我们的俄罗斯安理会的秘书长了 带着我兄弟 一举两得 对吧 带来一大堆的 这个一揽子的友好协议 好家伙 哎呀 我就说嘛 普京啊 你就不如带一个远东就完了啊 是吧 比什么都强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6号清晨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的专机 正停靠在我身后的停机坪 16号到17号 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月7号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并且呢是将开启新任期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定在中国 普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曾22次访华或来华出席国际活动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迄今已会晤40余次 就治国理政 国际大事 百年变局等战略问题深入沟通 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合作成果丰硕 不但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 务实合作也跃上新台阶 相信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和中俄元首再次会晤 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同时呢也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 以上是总台阳市记者发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报道 这小记者都不好意思说 四点钟那哪是清晨呢 那是凌晨好吗 大国外交最前线欢迎各位关注 大家好我是刚强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6号到17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现在呢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专机楼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16号的凌晨4点多钟 虽然还是深夜 大家看到在我身后呢 中俄双方的相关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的媒体同行们都已经忙碌起来了 大家呢在这里来共同迎接又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到来 大家现在看到这就是普京总统乘坐的专机 现在呢已经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好现在呢普京总统的专机已经停满 我们看到现在红毯已经铺就 礼宾即将分裂红毯两侧 而中方的礼宾车队摩托车队 现在也已经陆续的就位 我们静待普京总统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这是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新一任总统之后 首次出访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去年的三月份 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 首访国家也是选择了俄罗斯 那算起来呢两国元首在不同的双边和多边场合 已经有四十多次会晤了 这也体现出了中国元首外交 以及中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那么今年的对于中国两国来说 是特殊的一个年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同时也是中俄建交75周年 在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 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的双边关系 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的交换意见 我们也期待着普京总统此次的访华 中俄双方能够形成更多的共识 推动更多合作取得封硕成果 大国外交最前线 我们将继续关注普京总统的中国之行 这次迎接普京的呢 是一位女士 各位有认识这位女士的吗 是中国的哪个 最起码哪是副国级的人物吧 凌晨四点够辛苦的 外交部的部长也没去 凌晨四点够辛苦的 这应该是个政治局委员吧 你看 两国的关系的确很亲密啊 谢谢大家 就这点啊有点太着急了 不然的话你派一那个 那个副总理派一总理去接您去 是不是好吧 那这次呢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这种回应啊 我们就能基本上看到啊 就是王毅啊 王毅还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两国呢 这个坚持什么不结盟啊 然后不针对第三方啊 这种这个合作呀 我觉得现在恐怕普京面临的这个压力啊 如果是不跟中国正式结盟的话 恐怕还是很有风险 对吧 这个当欧战争 这个美国这边的援助 如果是跟北约这边的援助 能够跟上来的话 因为俄罗斯在这个帮助下 发展了自己的军功 可是北约国家 他也可以缓过劲来发展军功啊 双方又进入了一个僵持阶段 想取得这种最后的胜利 普京还得听本油管的第一国师的啊 不用带那么多协议 那没用啊 就一份就行 还远东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